大家好 我是莊凱文 欢迎收看T1点 根据统计地球上面的火山活动 平均每一年大约有50次 今年光是10月份到现在 就有日本硫磺岛 还有冰岛 意大利 印尼 以及巴布亚 纽纪内亚的火山 陆续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活动 其中印尼苏门达纳的梅拉比火山 12月初喷发更造成 11名登山客不幸死亡 至于冰岛休眠长达800年的 法格拉达尔火山 过去一个月来 频频观测到了有火山的活动 近期有一个周日凌晨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居然就发生超过44次的 有感地震 专家不禁担心 会不会造成世纪大爆发呢 另外在日本硫磺岛的旁边 由于海底火山爆发 最后居然冒出了一座小岛来 日本海上自卫队就拍摄到了 海底火山爆发之后 星岛升起的那一瞬间 画面是非常罕见 今天我们就要来仔细研究 火山岛还有火山研究 为什么会跟火星扯上关系呢 当然也要带您到冰岛 去享受一下火山生态底下的 极致温泉之旅 就连天后蔡依林 今年也不远千里前往朝圣呢 好 首先我们就来看 日本的新火山岛诞生的过程 火山灰窜出海平面冲上高空 地表最年轻岛屿诞生过程 罕见曝光 日本小历圆珠岛硫磺岛海域 出现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行程的全新小岛 地点距离东京约一千两百公里 就在硫磺岛海域 日本气象厅九号首度证实消息 小岛行程过程全被拍摄下来 十足罕见 日媒报道这座海底火山上个月二十一号喷发后 火山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不过上个月底已经有专家观测到陆地行程 喷发近半个月小岛逐渐长大 11月初直径已经来到150公尺 南北总长度约300公尺 只是海底火山行程的新岛屿 生命周期几乎都不长 由于属于海底火山喷发 小岛陆地大多由浮石组成 容易受海水侵蚀 一旦火山活动趋缓 小岛就有可能再度沉入海中 事上2021年距离硫磺岛北方 约五公里的海底火山 福德岗之场喷发后 虽一度形成小岛 但不久后随即消失 大量浮石随着海流飘向冲绳 渔港被塞爆 渔民叫苦连天 火山活动 目前小岛下方火山活动开始趋缓 未来会消失还是继续长大 日本气象厅将时时观察 讲到太平洋火环带 最近真的不太平静 包括了刚刚我们所说的 印尼以及日本的火山活动 当然也是非常频繁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就知道 密密麻麻的 因为全世界大概在陆地 还有岛屿上 大约有1900座的火山 那么海底火山当然也就更多了 但是您看到日本就包括 有111座相当的多 那日本今年才透过 最新的航空测量确定 他们一共有14125座岛屿 现在火山又碰了一个 对不对 就加一了 好 有关于火山非常多的重要 而且有趣的讯题以及知识 我们马上来请教两位专家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台大地直系教授宋胜荣 宋教授您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宋教授专长的领域 就是火山学的研究 我们再来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尹俊颖老师 另外你的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好 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了 我们刚刚就讲到 那个硫磺岛旁边 这个全球应该算是 最新的一个岛屿了 不过很多的专家会认为说 它能不能够活那么长呢 这不无疑问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下一次变动的时候 说不定它又没了 可是我们也想到 先前在2013年 有一个小立元群岛当中的西枝岛 后来甚至有自己的生态圈了 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来介绍 那这个小岛到底会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岛屿是在 东京南方大约1200公里的 小立元群岛 硫磺岛的外海 我们看刚喷出来的 这个面积大概是这样 可是现在已经又长大了 这是经过了 日本海上保安厅 他们的最新的测量 请问宋教授 接下来我们有哪些的观察重点呢 OK 那个一个火山 基本上可能当时在海平面上 去拜访的时候 完全没有这座火山的存在 可是海底火山 像这个火山 你就看海底地形 大概50公尺的水深里面 慢慢的喷发 然后涨到陆地上来 那陆地上涨到海面之上以后 因为它最主要是 岩浆跟海水作用 海水作用产生很多剧烈的喷发 所以这些火山灰 火山碎屑的东西都堆积 堆积成一个小岛 如果这个火山 如果没有再继续喷发 因为周遭的海流 可能就会慢慢把它侵蚀掉 又回归平静 就是说你在过一阵子 就可能这个火山 又沉到水底下去了 可是如果这个做火山 一直在喷发 或是后续又有在补助 基本上就会成长得够大 另外一个岩性 有很大的关系 岩浆的材质 我们分为玄武岩 安山岩跟硫文岩 那一般在水底下火山喷发 安山岩跟硫文岩 比较不会跟海水作用 因为它的粘质性比较高 不容易流动 可是玄武岩比较粘质性比较低 低的状况下就跟海水 很剧烈的产生喷发 所以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 从海底下长出来的火山 都是玄武岩值的 那玄武岩值 那这一玄武岩值 后续因为如果它喷发的过程中 岩浆上来被海水阻挡住了 被阻挡住了以后 它就岩浆流出来 那岩浆跟火山碎屑的 昏化侵蚀处力不一样 那这些碎屑很容易被侵蚀掉 那个熔岩浆 那个岩浆冷却 我们叫熔岩流 它就很坚硬 比较不容易被侵蚀 所以这座小岛后续 如果有大量的玄武岩 盖在上面的话 基本上也不容易被侵蚀掉 是 那我们台湾海域附近 也有这种火山喷起来的小岛 然后也可以看到玄武岩这种例子吗 有 我们在台湾 就是我们在台湾北部的彭佳� 彭佳� 可能在一万年内 海水面从地仪 现在一百二十公尺 涨到现在的水深 然后它把它周遭都淹没了以后 拿着火山再喷出来 喷出来你可以 如果你这个有机会 去彭佳�看的话 彭佳�登陆的时候 他在岛口附近都就是 war千岁 但是不管怎么样 火山喷发也会 voyts 火山喷发其实都会 造成附近的海域 一些生态上面的明显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像就是说 火山喷发的都是 附近的水溫一定很燙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水的酸鹼質 據說也會造成影響 這對整個生態會造成影響 對不對 像這種海底火山噴發 我們離日本又滿近的 大家就不禁會想到說 對我們附近海域的生態 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OK 因為海底火山噴發 它基本上都很局部的 我們知道它還那麼大 一個火山所佔的面積 所以不用怕不用怕 怕的是在一些比較局部性的 就像我們龜山島 龜山島周圍 那個海流如果不強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黃色的 或是白色的海流在慢慢飄移 就表示它會區域的時候 會受到影響 可是對整個地球整個大海 基本上影響不大 OK 了解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其實它並不是日本 第一個冒出來的小島對不對 對 回顧一下小麗圓群島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有一個叫做西枝島 西枝島當時呢 就有冒出一個新的島來 你看這個是Before 後來這個島就慢慢 如同教授剛剛講的 不斷地衝擊...沉澱... 結果After就長成這樣 可是那時候 引發了一個很大的話題 為什麼 觀眾朋友好好來看一下這個圖 是不是跟Snoopy長得有點像呢 超可愛的啦 不過當然它自己 還在一直變化就是這樣 不過十年過後呢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研究是 這個小島現在已經有了 自己的生態圈喔 甚至還有野鳥會去這邊孵蛋生蛋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再來討論 這座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小島 西枝島 距離東京大約一千八百公里 西枝島在2013年 因為海底火山噴發 面積持續擴大 原本只有東京迪士尼的一半大小 如今面積卻是當初一千倍的2.89平方公里 如果把西枝島拿來放在東京 淵莫會是這樣的感覺 只是西枝島的出現 不只讓日本的領海擴大 更因為地處偏遠 成為生態樂園 日本國土地理院 最近登上西枝島探勘 幾間島上 滿是從地底噴發出來的碎石子 不過更讓探勘人員大開眼界的 恐怕是島上 竟然遍佈了死於屍體 這些死魚究竟從哪來 從島上的聲音或許能得到答案 原來西枝島上已經有海鳥上島繁殖 這是藍臉尖鳥 茨西橋 鳥的身體下方 甚至還扶著鳥蛋 不過在這個生態樂園 人類顯然不受歡迎 西枝島的火山噴發 目前暫時告一段落 不過日本人對這個畫外之地 依舊充滿興趣 講到史努比 不是啦 我們要講的是西枝島 這個西枝島 其實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們來介紹一下 因為它隸屬於小麗園群島的一部分 小麗園群島我們剛剛講了 從東京 以南 大概一千多公里的海面上 是在太平洋上的島嶼 那麼2011年的時候 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的名錄當中 有幾個比較著名的島嶼 包括了富島跟母島 現在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島嶼 其他都是無人島 那剛剛我們已經介紹的是硫磺島 硫磺島赫赫有名的 因為它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每日雙方曾經在這裡發生了 慘烈的硫磺島戰役 那麼西枝島我們等一下還會來介紹 不過我們回到這個富島 其實富島這邊也有一個 非常有趣的故事 而且跟這一位空軍飛行員有關 所以是誰呢 聽說他後來還當了美國總統嗎 這個部分我們就先請尹俊老師 來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非常有趣 曾中港事件發生的時候 老富島他才17歲 熱血青年 但他沒辦法參軍17 等到他滿18歲之後 他立刻加入海軍 然後經過短暫訓練 他成為飛行員 而且飛的是 他被分發是最危險的 就是剛剛圖片上這個 是轟炸機 叫負軸症 那這負軸的轟炸機 當時美國都傳說了 誰分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跟他決別吧 因為他就是 外號叫胖兒 速度慢 那麼在這個 不許總統他參加戰鬥的時候 他首先去參加了一場 在1944年6月的馬里亞納海戰 在那一場戰爭 他集成了一艘日本貨輪之後 結果他也被打中慢 就他掉在海裡面破槍 被救起來 這是第一次 結果再過了兩個多月 他又參加了這一場戰役 因為小立元群島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上面有一萬多守軍 他有各式各樣的無線電設備 老飛機總統的這個 他介紹的任務 是要去轟炸這個 無線電的電台 所以當他的飛機 進到了這個副島的時候 太慢了 還沒進到目標區 就已經被打中了 但是勉強的 進到目標區 投擔完之後 他就要離開 脫離到深海區 帶著他的隊友一起跳傘 但運氣實在是滿好 他跳傘成功 只有他活下來 拼命向副島外面滑 被長旭金號的潛艇救起來 那救起來之後 也待在潛艦上一個月 他才繼續回到他的戰鬥單位 那我們要去看 什麼叫九死一生 在那場戰鬥中 其他被救起來的 都運氣不好 被日本人救起來 那這個到時候 朋友們可能可以去上網 搜尋一下副島世界 因為那些人再也沒有離開 就犧牲了 是的確 這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不過我們想請問一下 這個副島也是火山島嗎 對 也是火山島 只是他歷史更為悠久 所以有人居住對不對 對 就是剛才講過了 因為他也是海底火山 噴出來以後 然後有足夠的時間 也足夠的量 讓他顧著 然後變成一個島嶼 OK 但是繼續來請教一下 林玲老師 聽說現在很多人 如果去東京自助旅行的話 也有人會嘗試 跑到小麗園群島 去做自助旅遊嗎 是 是 經過戰爭洗禮之後 這個地方現在 想要去是可以的 但是要先有良好的體力 因為從東京坐船 從東京坐船要多久呢 沾成一天一夜 24小時 然後現在是六天一個班次 是 對日本人來講 日本人自己說 這是一生中必去一次的 聽四個字 這個叫白沙如雪 消費者去這邊 我們講幾個特別的例子 第一個它是日本 有人島裡面 第一個看到日出 有人島裡面 第一個看到日出 第二個是有人島裡面 它是最早 它在你日出看到之後 它的沙灘是第一個開放的 最早開放 所以簡單講 就是沒人去的地方 什麼都是好的 因為它很多地方 是要進行管制的 然後它的生態 也是非常的完整 譬如說它有很多的海龜 可是這裡海龜 一年可以抓一百多隻 是可食用的 可食用的 這是特殊的 非常特殊 因為它的量太大 當然這是有管制 就是有牌照一樣的 所以它還有蝸牛 蝸牛有800多種 全球的裡面 100多種 原生態非常完整 也可以看金魚 每年可以看到坐頭巾 也可以看到抹香巾 還可以是潛水的最佳地點 沒有人會破壞 因為它沒有機場 沒有機場的好處就是 沒有大量的人流 導致整個生態的環境 沒有受到破壞 所以之後聯合國把它 連世界自然遺產 有它的道理在這地方 是 所以它有蝸有性就對了 對 不過西枝島 居然它們有時候 火山噴發的話 還是台灣要注意 為什麼 有時候會影響到台灣 剛剛講到的說 海的生態可能不見得有影響 可是不要忘了 有些東西會天上飛 是什麼呢 火山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因為在2020年8月份的時候 西枝島居然影響到了台灣 因為火山運動頻繁的關係 噴發的火山灰 達到了4700公尺之高 大量的火山灰 就隨著氣流抵達到台灣 尤其您看到東半部地區 當時受到影響是最大的 花蓮的環保局就說了 當時的空氣品質指標AQI 激進於橙色 已經是影響到身體健康等級了 可見的火山噴發 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我們剛剛報導當中 也提到了西枝島 當時的面積 其實只有東京迪士尼的一半 但現在已經增加到了1000倍了 而且更厲害的就是 裡頭有海鳥在那邊生蛋 建構了獨特的生態圈 我們來請教一下宋教授 像這種海底火山噴發之後 這周遭會有哪些 比較特殊的生態圈 值得關注 那個火山噴發過後 就這樣 我們以我們周遭的 歸山島為例子 因為整個歸山島附近的 這些噴氣口 有潛水的人員下去量測 溫度可以達120度C 那120度也就一般認為 都應該沒有什麼生物存在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滿多的生物 那其中最重要的很多的細菌 那在2000年的時候 中原院的鄭明進那個研究員 他在調查歸山島海域 30到50公尺的地方 看到一種叫做怪芳蟹 它把它命名叫烏龜怪芳蟹 是一個滿特殊的 就是長這樣 對…烏龜怪芳蟹 然後… 你看它在瞪我們 而且它是成群的 在這個噴氣口附近 那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潛水員說 因為在噴氣口的附近 有大量的硫磺堆積下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它可能是以硫磺為 為那個什麼食物 可是那個什麼 這名研究員調查以後 他說不是 你看它吃的動作裡面 它是把那個… 從水面上死掉了這些 有機的這些物質 這遺體的… 沉在那個什麼海底裡面 他們撿這些來吃 是虎食的有機體 當然會混雜著硫磺 這是一個最新調查 然後這是2000年 在台灣周遭 全世界有三個 怪方蟹裡面的其中一種 它把它命為 因為烏龜山島 所以叫做烏龜怪方蟹 在地球科學裡面 我們一直在探討生命的起源 就是說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其中一個就是海底熱泉 因為海底熱泉很奇怪的一個 就是說 平常這邊如果沒有海底熱泉 海底是一個死極的世界 可是只要有海底熱泉 一在這邊形成以後 周遭就很多的生物 不僅是有細菌 而且各種不同的 魚類生物等等這些 其中一個什麼長管蟲 紅色管蟲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地球下去以後 看到這一個 而且它很長 可以達到兩公尺 紅色的基本上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類似人體的紅血 就呈現紅色了 這是在地表上 很難看到的生物 我現在知道了 什麼怪奇物語那些影集 其實靈感來源 說不定都是來自於這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才能夠觸發 很多的想像 對 因為我們的海底世界 我們太多未知的東西 沒錯 沒錯 好 那麼其實我們講到 這個生態環境 一些比較特殊性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東家 好 我們先來看這則報導 馬上繼續討論 2015年 東家海底火山大噴發 黑色火山煙城衝破海面 噴上高空 剛好目擊的旅客是連連驚呼 但讓科學家驚訝的不止如此 而是噴發過後 在海平面上 形成了一座新島嶼 就命名為 洪家湯家 洪家哈派 從模擬的縮食影片來看 從2014年11月陸續噴發的火山熔岩 把原本分離的兩座小島連在一起 直到噴發半年後 差不多定型 還吸引想一探究竟的地質學家 和探險客登島探查 但這次在同一個地點再度噴發 讓這座火山島再次分開 更可能就此消失 其實在2019年時 東家就有一座火山島短暫出現過 這些來得快也去得快的火山島 都顯示在我們看不到的深海之中 火山活動超乎想像的頻繁 雖然有這麼大量的火山活動 人類肉眼都看不到 又該如何預防潛在的海嘯災難呢 透過高科技研發的探測器就能幫上忙 以長達4萬公里的環太平洋火山帶來說 就有多達12座海溝 板塊之間推起活動 引發的地震熔岩都有可能 引發海嘯或是導致火山噴發 而這樣頻繁的海底火山噴發 會直接影響海洋生態 像是火山氣體 甲烷或是流化物都會融入水中 但另一方面在海底熱泉附近 也是深海生物活躍的地方 在這海底熱泉附近 因為有大量的細菌生長發展出食物鏈 讓深海的蝦蟹能夠再次秘食 也成為海底火山獨特生態系 儘管海底火山和陸地火山相比 危險程度不幾相同 但是在對人類的危害上 陸地火山更為明顯 以擁有多座火山的夏威夷來說 民眾對於火山災害的警覺度更高 噴發過後的水 空氣可能都有毒性 而且隨著火山灰飄散 受災範圍不斷擴大 也成為了全球性的災害 的確 科學家針對於火山 做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研究 不過最為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報導當中 提到的這個火山島 居然被NASA嚮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研究火星 火山跟火星怎麼扯上關係 宋教授 OK 我們知道整個火星上 是整個我們太陽系裡面 我們所處地球這個太陽系裡面 有一座最大的火山 叫做奧林匹克亞山 它是它的高度有28公里 28000公尺高 那這個火山比較特殊的一個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研究 那個火星最重要是希望 我們後續地球人滿為患的時候 有機會移民到火星去 那在整個我們的陽光 沒問題 空氣可能比較少 可是最重要是水 所以大家在探查 研究火星的時候 希望去找到水 可是從這座火山給我們的引説 說OK 這座火山 現在科學家知道 它是38億年前 整個我們太陽系裡面 形成大概46億元 它是38億年前就形成了一座火山 那這一座火山有熔岩流 有火山碎屑 然後我們知道火山碎屑 一定要有劇烈的噴發 可能有水在存在裡面 顯示說38億年以前 可能火星上有一點水 可是38億年以後 這一座火山還保存得那麼完整 你從我們跟地球上的 做比較的話 地球上一座火山 如果存在1萬年的話 可能就已經被消掉一半了 可是在火星上沒有 因為38億年到現在都沒有什麼變化 表示說整個火星 38億年以後 這個火星表面上沒有水了 沒有水了 那我們怎麼辦 只好到往地下去找 就是說火星底下 最近的一些科學家研究 可能火星底下有水 然後跟地球一座比較的話 地球我們雖然 地球70%的表面積是海水存在著 可是我們知道地球內部的水 比地表的水更多 佔了幾十 可能高幾十倍 這樣可以給我們一個 一個 hint 是說後續我們到火星要去找水 地底下可能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要去火星找井就對了 對 還有一個例子 很有意思的就是 月球 當時要登月球的時候 在那時候的人類是一件大事 可是沒有人去過月球 怎麼辦呢 同樣也是找了一個地方 NASA向重的是這個地方 叫做冰島中部的 阿斯洽火山訓練營這裡 據說連阿姆斯壯他們都跑去 那邊做一些訓練 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的海拔高度 還有地質各方面 聽說這個條件跟月球 比較類似是嗎 宋教授 OK 我們現在知道 那個月球 也是在40億年從地球裡面 因為撞擊形成的 所以它月球表面上的岩石 跟地球表面的玄武岩 是一樣的 OK 那個什麼 整個冰島 冰島的那個什麼 整個地表除了少數的 有流氓岩或是岩山岩素出存 90%以上都是玄武岩 因為冰島處於比較冰冷的地方 它的風化程度比較少 跟夜球一樣 夜球表面也是 沒有陽光的時候 是一個寒冷的世界 所以兩個的環境 從玄武岩到冬天的冰冷的世界 都很類似 所以我們要模擬 要去訓練這些太空人 未來在夜球登陸的時候 要模擬相近的環境 就找到冰島這個地方 OK 所以我們以後 上不了月球的話 沒關係 去冰島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你這個時候 就要請尹俊老師帶我們去了 聽說冰島也有一個火山島 是被列為世界遺產 這是什麼呢 這個火山島叫雪爾特島 然後這雪爾特島 剛滿60歲生日 它會被列為世界人類遺產 世界人類遺產 有古老的歷史 那是人類的 那自然遺產 它最特別就是因為它太新了 1963年它噴發的時候 當時看到它的漁船 以為是其他的船著火了 一看 結果從海底慢慢慢慢冒出來 冒了三年多的 好 噴發 高度可以達到15000多公尺 那形成了一個 2.7平方公里的一個島嶼 那麼在這個島上 既然是全新的 科學家就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實驗室了 要來看看這個島 它的生物跟植物 是怎麼去勾選起來的 所以嚴格禁止所有的科學家 等可以上去之外 遊客是不能上的 所以把它列為世界人類遺產 主要是希望科學家能夠去探索 人類的起源 科學的起源 這些東西怎麼去對接 後來發現有一件很妙的事 科學家發現上面竟然有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怎麼會長出來呢 後來就發現原來是有島上的研究人員 沒有所規矩 自己跑去野外偷偷去大自然解放了 結果就在這樣的黃金裡面 長出來了 番茄 對 這是真實的事實 所以嚴厲禁止 因為我們要去看一個全新的物種 它是一個最棒的實驗室 雖然它現在還在縮小 從2.7變成現在大概1.4 1.3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基本上應該是不至於消失 不過最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冰島火山 也是被觀測中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來休眠800年了 最近一直蠢蠢欲動 很多的地震對不對 火山活動已經逐漸開始 現在還有專家擔心說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世紀大噴發呢 而來到冰島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來一個地心大冒險 為什麼呢 世界上唯一一座 可以讓你到地心裡面去 走進去的火山也位於冰島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聊 請別走開 講到冰島的火山 不知道觀眾朋友還有沒有印象 多年前曾經因為冰島火山爆發 火山灰實在太嚴重了 當時還造成了全球航班大亂 而最近冰島又有一座火山 也蠢蠢欲動 而且影響層面之大叫人觸目 驚心我們先看報導 白雪矮的大地地面上裂出一個大裂縫 還時不時冒出白煙 這裡是冰島南半島區的漁越小鎮 格林達維克 就在首都雷克雅維克西南方 約50公里處 現在因火山可能即將爆發 近4000居民全員撤離 冰島南半島區因地底下岩漿侵入 從10月底開始就發生一系列強烈地震 到11月中地震頻率和強度急劇增加 累計2萬次以上 其中最大規模超過5.2 根據冰島氣象局 先前每天1500到1800次的地震 從20號開始減少 到了23號降到一天600次 規模也大多低於2 顯示突然噴發的可能性降低 週四官方調降當地緊急等級 但警告疏散區域依舊危險 一火山還是可能幾分鐘內就爆發 我們在努力確保 人們的居住可以救他們的價值 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是危險的 冰島位於地熱活動頻繁的地質熱點上 週邊火山活動多 平均每四到五年就會噴發一次 2010年的火山爆發 釋放大量火山灰 大西洋兩岸多關閉領空 導致全球航空大亂 這回雖然可能沒有火山灰雲 但影響也具破壞性 因格林達維克鎮和附近的地熱發電廠 就在熔岩可能流經的路徑 現在當地正加緊趕工 要在地熱發電廠周邊挖勾主保護牆 希望一旦火山爆發能把熔岩倒往它處 冰島官員透露所需的機具和相當兩萬輛卡車的材料 已經運往發電廠 當地知名的地熱溫泉蓝湖 現在同樣一片空蕩蕩 因頻繁的地震活動 自11月9號就對外關閉 預計至少關到月底 不過冰島其他景點照樣吸引遊客前往 包括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和史托克間諧噴泉 儘管目前格林達維克小鎮警戒降級 但封鎖令依舊 冰島氣象局指出 當地火山活動仍以相同的速度在進行 火山爆發的可能性仍在 不排除在未來幾小時或幾天內就發生變化 冰島的法格拉達爾火山 其實已經800年近悄悄了 不過現在要嚴加戒備了 是不是會造成世紀大噴發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岩漿袋 哇 很長耶 岩漿袋足足有15公里長 而且一直到 你看到這邊是到大西洋 延伸到大西洋裡面 那麼根據英國衛報的一個報導 說冰島當局正在考慮說要抽水 注入岩漿當中 讓它冷卻跟轉移 請問這樣的一個方法是新的嗎 OK 其實這樣的例子 在整個過去的已經滿多次了 然後最典型的一次就是 1973年一樣發生在冰島 英文叫黑妹 黑妹的這個岸島 1973年噴發 把周遭的城鎮都把它埋掉了 都埋掉了 可是後來出來是熔岩流 大量的農業就往下流 那往下流的話 可是如果這個港口 被這岩漿整個把它埋掉的話 把它堵住的話 這港口會氣到 這個島可能就沒辦法租人 是 所以當時的冰島人為了拯救 拯救就是說 OK 讓這個岩漿不要流到這個 這港口裡面 或是城市裡面 它就設了一個圍堵 那圍堵的話我們在岩漿流過來的時候 你大量的灑水 灑水以後它前面就會冷卻掉 就會變成一個自然的體 自然體的話 那一直自然體 然後岩漿碰到這邊就會改到 是 所以當時的黑妹這一座 這一座島 這個當地冰島的人 就蒸掉所有的冰島的大型的抽水機 是 在一夜之間 抽了500萬噸的那個加倫的海水 把它冷卻讓它改到 是 那後續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我如果沒記錯了 大概1990年代左右的一部電影 叫做火山爆發 當然這描述在夏威夷 突然有大量的岩漿噴發 它一樣引用這樣的概念 所以事實上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火山噴發 用這樣的方法是很正常的 是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對 沒有錯 不過其實 冰島本身就是一個火山島 對不對 那麼境內總共有300座的火山 而且有將近50座的火火山 所以當然可以想見 火山旅遊是非常盛行的 但是全世界有唯一一座 可以讓你進到火山內部的火山 它是叫什麼名字呢 很長 叫色利赫努卡吉格爾火山 那麼它已經休眠 其實有4000多年了 但它的最底部 岩石層 預測年齡就有三四千歲了 是目前人類可以達到 而且接觸到地心的最深處 我們來請教一下尹俊老師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心探險的旅遊 剛剛主持人念那個很饒口的 色利赫努卡吉格爾 實際上冰島也就講 它是三個山峰 三山 那麼它確實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 所以進去的費用也是唯一貴的 台幣要一萬塊一個人 進去入場費一萬塊 對 入場費一萬塊 只有一家 那麼這個火山它之所以能夠讓你進去 所以主持人剛剛提到說往地心 對 那它不太一樣 因為它那個熔岩最後穿過這個 它的熔江市往底下到了火山市裡面 等於是到底部去了 所以它中間就空了 所以我簡單講一下 六個小時 整個行程六個小時 先步行hiking三公里 三公里 然後你看走半個小時 你就看到這三座火山 再來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你到達火山口那邊 開始做安全講解 著裝 然後開始 它實際上這個山江梯 應該有點像我們在 蓋大樓施工的那種戶外梯 大概六分鐘左右 你可以叫它接近200公尺的地面 火山的那個心部了 到這個地方你就看到五彩斑斓 各式各樣的顏色 金黃色 重點它是發出璀璨的亮光 因為它在冷卻的過程裡面 它跟之前的噴發是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能夠產生這樣獨特 是因為它剛剛我們提到 它冷卻的過程是在往底下的這部分 不是在它噴發的時候 在火山口卡住了 是 那種五彩斑斑的顏色 所以有人去過就說 那裡真的就是像天堂 但是很多人就會想說 那火山內部我們熟滾滾 一定會很燙吧 那怎麼能進得去呢 No 聽說這個地方 常年都是保持5到6度C 而且有一些基本裝備 對嗎 對 簡單講一下 像我們電視音幕上面看到火山熔岩 幾千度的高溫 這裡沒有 這裡是航空 就像我們講的月球那樣 因為它已經進到地心了 而且它是4000年以前的 所以一般的著裝它會告訴你 你要穿防水的服裝 戴頭盔 然後遇寒衣物 鞋子很重要 一定要穿厚底鞋 因為你要走 Hiking進去要3公里 它不是柏油路面 不是水泥路面 全是碎石路面 所以這些裝備 預寒是很重要 不過滿好 這旅行社會 最後等你出來的時候 會送你喝羊肉湯 怎麼 對 宋教授有去冰島考察過火山 我去過3次 是 我曾經在冰島是 起碼在這個熔岩流上面走動 然後去爬冰川 這完全是冰的世界 然後爬上冰川 然後我們去看地址的現象 因為它底下 裡面溶解 是 所以在火山研究冰島的確 占著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沒有錯 因為它是整個全世界 我們在談火山成員裡面 一個是中央級 一個是熱點 它級兩個在中間 而且如果 就像林老師講 如果你到冰島氣體遊的話 一些導遊都會跟你講 你們現在來到 兩個板塊的交接地方 北美板塊 跟歐亞板塊的交接地方 還滿有趣的 好有趣喔 對啊 而且老師 下次去學術會議 不要那麼操勞 要去泡一下溫泉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就要帶大家 冰島有一個 赫赫有名的溫泉 叫蘭湖溫泉 連誰都去呢 天后蔡依林 她今年也特別跑去 泡了蘭湖溫泉 據說可以養顏美容還養生 馬上回來告訴印象情 天藍色的湖泊 襯著灰黑色火山岩 湖面冒出鳥鳥白煙 看起來就像人間仙境 這裡是冰島的蘭湖溫泉 也是遊客必訪的景點 雖然蘭湖算是有點歷史 但遊客中心可是超仙境 每個人付費後都會拿到一個 藍色的感應手環 它就是你在蘭湖的超級通行證 不管是開門 鎖置物櫃 或是點餐都要用到它 經過梳洗後就可以開始重頭戲了 冰島的平均溫度大約是攝氏7度 從岸邊到水裡 雖然只有短短幾步路 還是讓很多人凍得皮皮剉 一跳進溫暖的溫泉 就像來到天堂一樣 你可以泡水 游泳 但最享受的是邊泡溫泉邊敷臉 南湖的面膜全部取材當地 黑色的火山泥面膜 據說能吸附毛孔內的髒污和油脂 淨化全身肌膚 這一大鍋白色的細土面膜更厲害 來自溫泉底部的二氧化細泥 隨便你挖多少都沒問題 因為這可是蘭湖最有名的特產 不含多種礦物質 不但能美容 還能治療皮膚問題 最後一道海藻面膜 來自溫泉中的海藻 據說豐富活性能保持抗老 三道面膜結束 肌膚喝飽水分 身體也該補充一下 還有一個酒店 非常簡單 你不用擔心你的手機 或任何東西 你直接掃握你的胸膜 然後你得喝 除了各式各樣的服務 連多國語言簡介 也是在水上進行 遊客在這個小鹽洞裡 可以選擇自己的語言 認識蘭湖歷史 新穎的導覽方式超受歡迎 喜歡泡溫泉的人 下次到冰島 可別忘了體驗一下 特別的溫泉之旅 好 我們今天現場 帶來了這一塊 這個香皂看起來 好像不太起眼 可是它大有來頭 因為它是冰島著名的 蘭湖溫泉皂 聽說可以養顏美容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不過先來看一下 赫赫有名的蘭湖溫泉 它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 世界25大奇蹟 另外2015年的時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把它列為 世界地質公園 但是所費不資 基本的泡湯行程 9000冰島克朗核台幣 2000塊錢 如果你要豪華一點的SPA的話 抱歉 你要準備18000台幣才夠 那麼距離首都雷克亞衛克 大概是一個小時以內的車程 但是蘭湖溫泉目前是暫時關閉的 為什麼 安全起見 所以教授您就造訪過蘭湖溫泉幾次 大概兩次 兩次都有去 那是不是來告訴我們一下 蘭湖溫泉到底有哪些特色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奶藍色的好像夢幻之地一樣呢 另外聽說最早會有這個漂亮的溫泉 居然有點不太浪漫 是跟地熱發電廠有關 這又是怎麼回事 OK 這個藍色西湖 這個南湖這一個 它並不是一個天然的 而是在整個冰島裡面的 離首都西南邊 是一個冰島重要的一個地熱的 一個發電區 那這個地熱發電區 一般地熱都是打緊下去 然後我們知道冰島底下 都是比較多海水 所以它打下去的這些渠道 大概200度的熱水 200度的熱水抽上來以後 就建造一座地熱電廠 那這個發電以後的尾水 又還有六七十度 因為溫度太高 所以它以海水來幫它 稍微做冷卻 所以變成保值到四十度的溫度 變成一個很好的泡溫泉的地方 那這個抽起來海水 裡面含有很多的這些什麼 這些礦物質 尤其是有一個叫二氧化氣的 二氧化氣的這個材料 那這個二氧化氣的材料 在高溫的時候溶解度很高 當溫度冷卻下來以後 就會沉澱下來 那沉澱下來 它是一個我們叫細土 就很細的顆粒 那很細的顆粒 然後裡面又含有很多的礦物質 所以冰島人就很聰明 很會做生意 就把它開發變成一個 很好的保養品 還滿貴的 那至於這個 這個呈現這藍色的 湖水的顏色 最重要的就是裡面的二氧化氣 因為光的吸收跟反射 所以只要水裡面 含有比較多的礦物質 然後它光線照射的時候 它有吸收某個波長的 就是像藍色系 就把紅外波長的這邊吸收掉 然後反射出藍色系列的光 所以形成藍色的胡佛 所以才會造就這樣子 夢幻之底 對 沒有錯 宋教授破解了這個 奶藍色之謎 礦物質 不過剛剛教授也有提到了 就是有很多很會做生意 發展了一大堆的保養品 譬如說我們今天準備的 這一塊香皂 其實那邊還是有很多 吸引人的地方 繼續請尹俊老師來幫我們介紹 這個藍湖溫泉怎麼形成 但當它形成的時候 不是馬上對遊客開放 誰最先想要有 員工 結果剛開始 他不相信他有任何的作用 直到一個冰島的醫生 他發現說 他確實有緩解壓力 然後對牛皮血 也可以有去除的效果 對皮膚病都有效果 有一個年輕人罹患乾癩 就在那邊泡好的 所以他現在有真正的診所在那裡 開始對症下藥 他確實依照醫學的原理 他有綠鈉假鈣這些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他對我們身體有哪些好處 所以剛剛像主持人 您手上拿的這個 它就是所謂的細的部分 含量比較高的 它可以去角質 美白 這是醫生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們也沒有賣 觀眾朋友 對 然後如果是海藻的這種 滋品的話 它海藻就是保濕性會比較好 所以當然這個是根源於 天然的最好 對 所以這些是他天然的資源 他去順利的把它化成 是可以變成遊客使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案例 真的是很棒的附加價值 火山之旅真的非常的特別 今天也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帶給我們這麼精采的講解 火山是很美沒錯 但是也有它的危險性 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從事火山之旅的時候 真的還是要特別當心 譬如說印尼火山的爆發之後 就造成了登山客不幸身亡的消息 所以大家要審慎來評估 好 稍待一會兒 我們再回到提關點 謝謝您跟我們一起完成了 今天的火山驚奇之旅 我是莊凱文 我在提關點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